我們上次教大家如何包包背囊 現在就教大家如何背後才是最適合的 我們第一步通常會鬆開所有帶子 把帶子全部鬆開一半的時候 我們這個公司Easy Fit的袋子 就不需要調整背長的 一條橙色的帶子就會自動調整背長和肩帶的長度 非常方便 我們背袋一開始就要把袋子上身 如果袋子非常重 我們都會有一個好一點的步驟 令到我們沒那麼容易傷到腰 首先把袋子打橫 單膝軌在這裡 大腿作為承托著袋子 我們就會抽著兩個肩帶 拔上大腿 之後就放肩膀一轉 背囊就會剛好浪在身上 便會污纏一點 讓重量吸住在背上 第一步就是扣腰帶 扣完之後我們就要把袋子索實 確保肩帶會在盤擊的位置 第二步就是索這個肩帶 一索的時候你就會看到 這裡就會配合 貼了背部 第三步我們就會把這一條 這一條就會拉緊 這一條不可以太緊 大概45度角 重量就會貼到背部 最後就是胸帶 扣回胸帶 這裡就不可以太緊 或者太鬆 最好合適的 胸口就讓自己可以呼吸 就可以了